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了香港 菲律拼 还有波兰 那这一次呢 我们到了克罗埃西亚 我们知道克罗埃西亚对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它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家 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是啊 所以而且它曾经是一个共产体制之下的一个国家 那么又是一个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很难把师父跟克罗埃西亚连在一块 师父是什么样子的姻缘之下 又促使您从这个波兰到达克罗埃西亚 我先要说明一下克罗埃西亚在哪里 它是所以南斯拉夫的 一共有六个国家联邦之中的一个 在二十世界大战之后呢 有一位敌徒把他们六个国家整合起来 总名叫做南斯拉夫 其实他们有六个国家 然后呢在共产政权呢 这个瓦解之后呢 他们这个六个国家渐渐就分散 这剩下的其中两个国家呢 还是叫南斯拉夫 叫尤克斯拉夫亚 那么其他的几个国家都一个一个不同的国家 叫尤克斯拉夫亚算是其中之一啊 而且不断的还有内战 现在还常常有内战啊 是一个很很小的国家 只有不到五百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家 在东欧啊 那我去的因缘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克里亚他们有了几位啊 这个副教徒从啊英文的书看到了我的名字 要求我们呢 每一个月啊给他寄我们的刊物 这是从英从美国寄有去的啊 后来我们的出版物他都有啊 是 那么因此呢 他们有几位就到了美国啊 来参加我们的产器 参加美国的产器之后呢 他们就要求我 说师父您能不能够到我们呢 克里亚下来 我始终我不在乎什么叫做克里亚下 我就是看到是西方人 对 我说这个克里亚下是个什么国家呀 多大呀 好伤他们的心啊 他们说在地图上有 不容易他说很少知道啊 那我说你们听懂我的语言吧 他们说我们到英美国来能够听懂你的话 那你到我们那边去 我们大家也能听懂你的话的 希望你能去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克里亚 他是从南斯拉夫 刚才师父也提到过 在南斯拉夫所独立出来的一个小国家 那么师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头 一共待了几天呢 我们前后在那边五天 五天的时间 那么第一天到了那边以后 马上就给我一个演讲 当天就是一个演讲 那到了第二天呢 让我们休息了大半天 到第二天的晚上 开始呢 就进了禅修 然后呢 也经过两天半的时间 也就是到了 第四天 禅修就完了 禅修完了以后呢 我们第五天就要离开了 前后又过是五天的时间 在这五天时间当中 师父是不是有 好像有一个机会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逛了一下他们的这个 参观了一下他们的街景 是不是 那师父可不可以就 您所看到的 他们的这种市容啊 街景跟一般的这个 街道的这种活动的情况 您可不可以提到 我有两个机会啊 来看那个地方 它那个首都的名字叫 Zagreba 真的是很陌生 Zagreba 他那个 第一次呢 就是我当天晚上到 到了以后呢 休息了一下 就到市区啊 准备去演讲 那么在演讲之前 车子转了一下 让我转了一下 然后呢 讲完以后 这个也在露天的茶 咖啡座上面呢 也坐了一下 师父也坐在露天的咖啡座 露天的咖啡座上 露天的咖啡座啊 很好玩的 很有意思 那在这个时间之中 我就看到这个市区啊 但在Zagreba这个市区并不是很大 您看到了一些什么样子 我的印象之中 有一点像布拉格 但对布拉格的这个情形 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 布拉格的房子 都是在中世纪以前的 那么他们这个地方的最古老的建筑啊 大概十八十七世纪的东西啊 十八十七世纪都还保留着 保留着啊 哇真是有 其实说起来他们是非常 应该是古文化 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国家 一看呢 就是欧洲的国家的那个文化 而且我知道一般所谓的这种共产体制的国家里头啊 他们的英雄的雕像特别多 现在因为它不是共产国家 是 共产党的东西全部拿掉了的 哇 那些最妙的是 波兰也好 克里西亚也好 就是东欧的这一些 以及我到过布拉格 那些原来是共产国家的 那些共产党现在不见了 共产党现在是那边最有钱的人 资本主义资本家都是共产党 就是那些共产党摇身一变 全部都是这个变成资本主义 就是资本家 所以最有钱的人都是共产党变的 他们那边 我们是没有这个荣幸 看到师傅坐在这个 克里西亚路边喝咖啡啊 如果说有关关堂 正好是台湾去的 看到师傅坐在路边喝咖啡 一定是十分的兴奋 很遗憾那个地方 台湾去的观光客大概是很少了 我在那边一个中国人也没看到 但是中共大使馆呢 这个很关心 所以来了一个中国和尚 究竟是个什么中国和尚 这个他们很关心 他们有来听师傅讲经吗 我没看到 但是呢他们有 有人来关心了一下 我想这个到那个地方去 恐怕限于这个五天短短的时间 师傅在那儿的活动 恐怕也必须要受到一些 这个时间上的限制 那么好像在那边举办了一场 一场这个残三的活动 那么在这个课程上面 跟台湾的这种设计 会不会因为地理或者是人文不一样 而有所不同呢 我想现在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团体啊 也是我的团体 也是我们发股上的团体 可以这么讲 这个团体的成员呢 原来都是中国功夫 练这个杀林拳的中国功夫的 是因为这样子才接近东方的 但是呢中国功夫的老师不是中国人 就是当地的人 那个当地的人学的中国功夫 是在中国大陆学的 在中国大陆学的以后呢 他就回到Colesia 他就叫中国功夫 那么这一班人呢 现在就修佛的这一班人 全部都是功夫的 都有功夫底子 但是呢这个功夫的老师啊 就是叫他们练身体 那么他们呢 很向往于这个东方的 宗教的哲学的东西 他们首先呢 希望知道老子是什么 然后呢 说这个少林拳 少林拳从哪里来 说少林寺 那少林寺是什么 是佛教 这样子一堆一堆呢 就追到佛教 追到佛教呢 他们就问这个老师 这个少林寺的佛教是什么 老师都不知道 I don't know 因此呢 他这个这一班学生呢 就不够满不够满足 是 那他们就想办法 从德文的俄文的英文的 佛教著作啊 那咱们就看 所以这一班人 一共有四十多个人 四十多个人之中 有将近三十个人呢 是特别的 是深入于佛法的 但是呢 他们就不懂怎么修行 他们只知道佛法的礼意 毅理 试辩 哲学 懂得很清楚 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些多人 还不 知道这么多的人 还不多了 是 因此呢 就把我请了去 这个克里亚 希望我把我所知道的 佛法 认为他们能够吸收 能够用的 实际上能够用的 叫我给他们上课 所以三天的时间 打坐的时间很少 都是在上课 都是在上课 就是因应他们的需要 对 都是跟他们讲 从早上起来 到晚上睡觉以前 讲的时间多 做的时间少 所以他们 录音带录的很多 几十圈录音带 他们把这个录音带 整理成为 他们的文字以后呢 对他们是非常有用的 够他们的听力 而能够像我这样子的 把修行的方法 观念 配合着佛教的 哲学思想 来讲的 可以说现在 在世界上 也不多 不多的 因此呢 他们 他们的收获 是在这一点 那我也奉献地 提供了也这一些 至于禅修 他们得到什么 一些什么体验呢 很难讲了 只有三天的时间 打坐的时间很少 不过我想 这已经是 非常高深的课程 那么因此呢 他们用我这个课 听完以后 他们会 再努力地修行 他们还会继续派人 到纽约去 跟我修行 那么师傅 可不可以预估 佛法可能会在 克多艾西亚 有什么样发展的空间呢 因为他那个国家呢 有主要的有三个宗教 一个是天主教 是最大的 其次是希腊教 希腊 就是叫希腊教 希腊有希腊教 希腊教 另外呢 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新教 另外呢 有日本的佛教 的禅师 在他们 在他们打坐 因为他们 日本的佛教呢 又可以让人家喝酒 也可以抽烟 也有太太 什么都有啊 那就是普通的人 因此对这一个团体来讲 他们很不大喜欢 这个日本的 这个禅佛教 他们并不喜欢 那么另外那个是 藏传的佛教 有一个 有一个团体 藏传的佛教 因为能够去那边去 红发的喇嘛 不多 曾经只有一次 有一个喇嘛 在那边去传发 后来就没有了 因此呢 最有希望的 还是我去的这个团体 我想这个团体呢 它会继续存在 继续 它是慢慢地发展的 不会那么很快 因为这他们的基础 根基打得很深 他们要求也很严格 尺素 尺素 一定尺素 哇 这对他们来讲很难 但是很难 对 但是他们是尺素的 是 那么这个团体呢 我想它会继续 继续存在下去 是 什么时候发展到 什么样子 我不会做一策 是 师傅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等会再一起回到 这个克莱西亚 这个寻脚中 各位观众 欢迎您再回到 不一样声音 节目现场 师傅 我们刚才是 谈到了克莱西亚 我们也知道说 您到克莱西亚的 第一天下午 就开始了 红法的这个活动 我们现在一起来 看看这个红法的活动 的节目带好吗 在师傅将来到 克莱西亚红法的海报 贴出后 红法会当天下午 就吸引了大批 仰慕佛法的人们 会场中聚集了 爆满的信众 不但讲法听的 二楼刻满 人潮甚至从楼梯 延伸到一楼 虽然人很多 但是大家却井然有序 有的排座的地上 有些则站立墙边 一致聚心会神的听讲 演讲内容 必须由师傅的中文 经过英文的翻译 再转为当地语言 不过大家仍然很有耐心地 倾听师傅的教诲 有的做笔记 有的则何时闭目 听得浑然忘物 时间分秒地流逝 不知不觉间 天色开始暗了下来 红法会也顺利地结束了 相信这一次成功的红法会 所散布的种子 一定能让佛法 在克罗埃西亚 更加茁壮成长 我们刚刚看到您在克罗埃西亚当地 非常的愉快 那么信众也听得非常非常的专注 刚刚我们在前头 您也提到过 针对它们不一样的 民族跟人文 而设计的不同的红法的内容 您愿不愿为我们再多谈一点 您设计的红法的内容 主要的是讲些什么样子的重点呢 因为它那个文化是一个 基础上是个欧洲文化 所以是个斯拉夫民族的文化 另外呢 它是个天主教基础的 所以它那个 可以说是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维吾的 曾经被维吾论统治过 那么同时呢 又是为神的 天主教的一个 根层低谷的一个国家了 但是那站在佛教的立场呢 既不是为我的也不是为神的 而是讲的是因缘论 因此呢 我要让他们能够听懂 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 以及从他们自己呢 所希望追求的东西 给他们一些讯息 比如说 他们很想知道 这个佛教里边的禅 能够叫人家开悟 那开悟是怎么开的 开悟以后又怎么样呢 还有呢 这个禅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我就把那个印度的 佛教基本的禅 来先给他们介绍 然后呢 让他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啊 就是本来有着智慧的 光明的 就是因为贪欲的心 烦恼 称恨的心 嫉妒的心 怨恨的心 怀疑的心 这种这种种的原因呢 使得智慧不出现 如果把这些烦恼的心呢 淡化 减轻 渐渐渐渐的 就会出现智慧的光 那所以因此呢 开悟是人人都可能有的 那么其中 有一个听众啊 一个年轻的人问 他说 我听到说 菩提大摩 这个传佛法到 他说 聊中国啊 他从 听说从印度 带了什么东西到 中国了 这个是个内行啊 他是看过中国 船中的雨落的 因为他 这个 这个年轻的人 长了一脸的胡子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 菩提大摩到中国呢 他什么也没有带来 带了他一脸的胡子 像你一样的 就这样 刚才这个镜头里头 对对 大家听了以后啊 哈哈笑啊 因为演讲讲完了以后呢 就晓得 从 印度带到 这个中国 没有东西 那 同样的 我到 克雷西亚 也没带东西去 而他们 自己的内心呢 却非常充实 非常充实 本来就有的 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说是 少一些烦恼 少一些自私 少一些呢 怀疑 少一些妒忌 那 你 反正这个智慧就出现 佛 就在你的心中 你也是佛 那 因此呢 他们听得很高兴 是啊 就是肯定了他们呢 每一个人的这个价值 我们在镜头里头也看到啊 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这个专注 也非常的愉悦啊 好像似乎在散会之后 还拉着师傅到咖啡厅去做了一下 是不是 是这样子 克雷西亚的气温呢 跟华沙完全不一样 华沙很凉快的 一到克雷西亚就是非常的热 呃 热到了大概是有三四五三十六度 那我去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子 呃 前一天呢更高到四十度度啊 呃 克雷西亚呢是非常非常热的白天 那我我演讲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会场里边呢 也非常的热 没有冷气 那个那个电风扇也没有 而且细晒的阳光从这个 这个窗子里塞进来啊 所有的人都是很热很热啊 但是他们很耐心的挤在一起 听完了我的演讲 然后听完演讲以后 大家上了街 上街了 出了这个演讲会场了 就是街场 那么因此呢 他们都跟了我 他们都问 我到哪里去 我说我回去想睡觉 他说不行啊 我们还想问你一些问题 我说我很累 他说大学休息 我说到哪里 他们都喝咖啡 可以说这个克罗来西亚是师傅 这一次到欧洲去的最后一站 那么师傅就说您可不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波兰跟欧洲 他们这两个不同的东欧的国家 他们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台湾学习的呢 我发现是这样子 欧洲的文化 虽然是经过共产党的统治的洗礼 但是欧洲的文化 还是欧洲 是很可爱的 可爱的哪一点呢 他们非常整齐 清洁 简单 虽然他们的物质 不是像我们台湾这么丰富 但是他们的衣桌都很整齐 虽然他们做的房子 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豪华 这么大的房子 高的房子 但是他们的户外啊 身内啊都很干净 都很整齐 那就跟我们台湾就不大一样 还有他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呢 都很亲戚啊 当然这个两个国家也不一样的 在波兰呢 因为是苏联自己统治的 是 那个恐怖的那个味道还在 人与人之间呢 在交往的时候啊 都还有一种距离 陌生的距离感 人与人之间都在 好像只要发生一点距离啊 但是呢 克雷西亚就不一样 克雷西亚它是啊 不是苏联统治 是迪托来统治的 迪托实际上是共产党 它没有苏联那个共产党的银痕 所以是他们这个人情味 还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呢 人与人之间呢 没有那么距离感 所以我们在波兰呢 要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回应的不多 如果是到了 后来我们到了克雷西亚 你到乡村里面 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跟一个打招呼 哈喽哦 他们也会给你回应 好欢喜地给你回应 甚至于小孩子就是这样 是啊 而且非常难得的 师父在那个地方 可以说是 撒下了这个佛教的 一些种子在那边啊 说明我们下次去看看那个地方 就有了道场 就师父就不需要到路边去 咖啡座去喝咖啡了 可以到道场里头去 跟群众们交谈啊 师父我们结束这个 克雷西亚之旅之后呢 下次我们就会到 到纽约了 那么我们下次在纽约 再跟师父一起谈谈 纽约行教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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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啥 咖啥 咖啥